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亲自给出了 她的人生答案 今天我们将走进 这位最幸运的海派画家 中国现代美术先驱 林丰棉先生的书画人生 首先我们要欢迎本期嘉宾 上海中国画院理论部主任 王欣老师 欢迎您 还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少奇老师 林丰棉先生的身上 有很多的标签 他是20世纪中国美术界的一代巨匠 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者 同时他也是中西融合艺术理想的 倡导者 开拓者 他也是一个六岁就爱上画画 八岁就中了彩票投奖的幸运儿 很难去想象一个人八岁的时候 中了投彩的概率 如果放在今天的话 我们或许只能称之为奇遇 首先我们请王老师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林丰棉先生的这段 非常奇妙的经历 很少有一个孩子在八岁的时候 可以拿到这么一大笔钱 对 其实我也觉得 就是非常令我惊讶 艺术史上这样的传奇也不是很多 就是通常一个人的一生很快 也很难中这样的头彩 但是我觉得林丰棉先生 的确是从一开始就比较的不平凡 他1900年出生于广东的一个 应该是手艺人的家庭 他的那个祖父是做石匠的 他六岁就爱上了绘画 然后八岁那年呢 可能是祖父给了他几个铜板 就是作为零花钱 然后他正好可能看到了 当时有买彩票 这个彩票应该是清光绪年间 就是胡广总督张志栋 为了赠灾而发行的一种 面值大概在六个铜板左右的 叫做签捐票 是用来那个筹款赠灾的 没有想到林丰棉 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零花钱 去买了这张彩票之后 三天之后开出来 他中了一千块大洋 大家都知道在清代末年 如果是一个县令的话 他一年的俸禄 可能也就是四五十块大洋 也就是意味着一个成年人 一个带有关节的成年人 要不吃不喝 然后就是一直奋斗 大概二十年 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惊人的收入 我觉得这个 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年代 好像一个八岁的小孩 也很少会拿钱去买一个彩票 所以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当时给你这么一笔巨款 你会怎么花 林丰棉先生拿着这笔奖金 做出了一个对他人生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一个成年人得了彩票的投奖 很多人都会被钱砸晕了 可是林先生看来是一个 从小就充获 有他自己的这个想法 这笔巨款对林丰棉来说 可能就是使他成为林丰棉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19岁 1919年吧 林丰棉就拿了这笔钱 到法国去留学了 二十世纪初 他说法国是艺术的中心 所以林丰棉到了法国以后呢 他拿这笔钱去学画画 他是在那个地龙美术学院 地龙美术学院的院长叫杨熙思 然后他跟他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呢 让林丰棉纠结了一辈子 这个杨熙思说 一个中国的年轻人 你到法国来干嘛 我们法国的画家都在研究中国 你应该回到中国去 那么你想 林丰棉是对法国是作为一个艺术圣都 他来学习的 然后那边的院长跟他说 我们在学你们的 你来干嘛呢 所以林丰棉后来就上午在学校里面 下午就去博物馆 看中国的东西 那么中国的东西是什么呢 话很少 书法很少 但是法国那个时候收集了大量的瓷器 林丰棉就在那里看这些 这些他上午是在学校 下午是在博物馆 上午学西方的 下午回到中国去 他就在中西之间 从他19岁开始留学 一直到他晚年 他始终在中西两只脚 在那里寻找一条他自己的路 两脚踏中西文化 一星座宇宙文章 我常常把这个林丰棉 跟这个徐悲鸿先生 来做一个对比 很有意思 他们几乎是一个同时代的人 但是在法国 他们确实没有什么交集 然后两个人的审美的趣味 完全不一样 那林丰棉先生这个很显然 他受到这个印象派 后期印象派 也受派的这个影响 比如说马蒂斯 比如说蒙迪利安尼 这些这个影子 还是非常明显 那徐悲鸿先生实际上 对印象派野兽派 是深恶痛绝 是吧 所以当时他把这个马蒂斯 翻成马蒂斯 就为什么几乎是一个 同时代的人 两个人走的那个路 完全不一样 一个完全走这个现代派的路 一个完全走这个学院派的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 就是二十世纪早期 中国现代美术开始觉醒 跟二十世纪早期 中国现代美术的这个 开始形成的不同的这个 分叉的一种标识吧 所以在他们一开始的选择当中 我觉得他们可能 也没有完全地意识到 会有这样的一个命运的分叉吧 历史选择了他们 当年这个话坛的这个翘楚 徐悲鸿 林丰棉 他们这个艺术生涯当中 都有一个贵人 这个贵人就是蔡元培先生 这个蔡元培先生 对于林丰棉来说 更是一个贵人当中的贵人 不仅在法国是慧眼诗珠 给了这位有才华的青年画家 很多的这个帮助 更在后来促使林丰棉成为 中国最年轻的 这个美术学校的这个校长 而且也是一位被 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这个 代引号的绑架到 北京的这么一个校长 所以蔡元培先生跟林丰棉先生 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缘分 他们其实是在1924年的时候 是林丰棉比较得意的时候 就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 有一次非常重要的 叫中国美术展览 在这次当中 林丰棉就获得了蔡元培的关注 然后当时有一张 非常著名的照片 就是他们在斯特拉斯堡 就是由蔡元培做的前排代表官员 林丰棉是站在第三排 但是林丰棉当时就看起来 一气风发 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 四年之后 他会成为杭州国立艺术院 他当时是这样叫的一个校长 据说当时这个蔡元培先生 让林丰棉去做 北京国立艺术的这个校长 他甚至自己都不知道 对 因为当时很多优秀的留学生 都会在当地就会被 就是那些来欧洲探访的高官 或者是伯乐发现 像蔡元培就是发现了林丰棉 并且就是说 可能没有来得及通知林丰棉 林丰棉已经登船回来了 然后就发生了艺术史上 比较著名的这一幕感觉 就很有戏剧性 就是林丰棉自己已经登陆上海 但他并不意识到 就是旁边有一个横幅 欢迎林校长是指他 因为他可能也很难想象 自己这么年轻 就获得了这样一个 非常高的教职 那林丰棉毫无疑问 是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者 对美术对绘画 他早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这个跟蔡元培是一样 那就是在中国寻找一个新的出路的过程中 林丰棉把美术也作为提升国民素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而林丰棉先生呢 恰恰是在这个点上 他是一个奠基者 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林先生的一些艺术风格 他早年还有一些现实主义的画作 北京街头啊 民间啊 就是笔墨表现当年的 这个底层人民的这种生活 慢慢他 你可以看到这个儒家的这种思想 这个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他退回到书斋 那东西就是他内心的这种 有一种平静 比如说静悟 花卉等等 晚年以后 他内心好像又涌动一种 那种新的东西 你可以从他的画当中 看到他内心的这种波澜 那种孤独 无奈 愁苦 如果从美术史的这个角度来看 怎么去看林先生他一生啊 他这个不同阶段 以及不同题材的这种绘画 为林先生早期的作品 我们大概可以通过一些 看护或者是看到 比如说他有早期的像 《渔村暴风雨》之后 那个是在1923年左右 是非常明显的 还是受到西方影响 我们会发现艺术家那个时候 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比较明显的 对他自己喜欢的一个样式的 这样的一个融入自己 然后回国之后 尤其是像在上海中国画院 藏着大量的 1940年代到1970年代的作品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 对于东方的这样的一种回归 以及带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 抒情的诗意 然后林丰棉可能 一生就在寻求这种东西方融合的道路 所以就是说 而且林丰棉可能跟其他的一些画家 还不太一样 林丰棉他对于中国的认识 他是通过西方来认识自己 我们会看到他有一些来自于 西方的东方主义 比如说莫迪里安尼的作品 他跟莫迪里安尼 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林丰棉的作品当中 这些侍女的这个眼神 它是非常明澈的 它是一种有非常这个乌黑的眼珠 他可以看到画外啊什么 但是莫迪里安尼的作品 就是叫做《有眼无珠》 而且这个好像这个林丰棉先生 也没有刻意地去学这个 莫迪里安尼那种长脖子是吧 他跟莫迪里安尼的这种相遇 可能并不是说他去学莫迪里安尼 因为他正好是从西方观看到自己 莫迪里安尼是从一个西方观看到东方 他早期的这个积极的入室 其实也不是非常成功的 他说他一晚上可以画一百张 对啊 他说画完了以后放在那里 然后干了以后拿过来再画 然后不灵的全死掉了 他去南昌路看林先生 林先生真好拿了一个煤秋炉 出来要生煤炉 就是你很难想象一个艺术大师 跟煤秋炉是怎么回事 因为其实我们整个20世纪 是在这个文化 在中西交融的过程中 他是这条路上一个孤独的独行者 他只是在其中 以艺术的这个实践的方式 在探索 林先生从来不让客人去他们家 因为可能家里实在是太宅小了 所以他自己坐着这个地铁 到饭店跟这个老朋友会面 我也有时候甚至觉得他跟康德很像 他喜欢康德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 上学老师 你看林峰勉先生的绘画 你觉得他哪个阶段的这个作品 比较能够打动你 或者说哪一个大的这种类型的题材 你是个人比较喜欢的 我觉得林峰勉作品中间 比较让我打动我的是 他带有非常东方式的那种 抒情诗意的作品 比如说他的人体 他画的一大批这个人体画 然后他这个线条就非常优雅 而这种优雅呢 在他的卢丝里面也是体现出来 那么当然他画的那些卢燕 那你会感觉这个新的杀猪白鸟飞回 这个村草带于晚来级的那种 完全是中国式的 中国人对这个自然 对内心的一种感受的 一种示意的表达 我觉得这些呢是林峰勉回归 他探索中西结合的时候 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 发自内心呈现出来的一种作品 那么另外一种呢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他五六十年代 画过一批这个反映现实生活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 其实林峰勉还有那样一份激情 这份激情是他下生活的时候的 那批作品 有些我们像炼钢厂的 扎钢的那些 那一作品我们就看到 它这个是非常钢 用的线条非常钢质 我们说是勇猛静静的那种 这个林先生的这个作品 有时候我在看这个 他不同题材 我觉得你可以感受 他对这个人的这种矛盾 或者说他的人的个性的 不同的面向 比如说刚才那个赵老师说的 他讲炉燕 他就比较清雅 你觉得有一种佛家的空灵 或者道家的无为是吧 但是你看他有一些 积墨积彩的这个风景画 其实他是一个采末环 那种你又觉得看到这种 达泽兼济天下 对生活充满着这个热情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出世的 思想去做入世的这个事情 刚刚草说到的风景 我能够想到就是 他在重庆嘉临江叛画的那些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他有点表现性的这样一个 非常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 跟他也不太一样的 包括他最后画到戏曲 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艺术家 就在戏曲这方面 用立体主义的这种方式 可能在其他的题材当中 并没有过多的表现出来 但我自己还是觉得 林峰眠是一个比较内敛的 艺术家是他是一个 性情比较内敛的 然后也是一个 偏向于自我求索的 这样的一个性格 因为他早期的这个 积极的入世 其实也不是非常成功的 我觉得他生命力很 就是很顽强 然后就是对艺术的这种探索 就是这种自自以求 就是比较柔性的 比较自我的 以自我的方式来跟时代相处 跟这个大的环境相处 如果不是说他早期 有这样的一个光辉的履历的话 就是看他的后半身 是一个被艺术史遮蔽的 一个重要的画家 所以我觉得他的人生 真是前后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刚才这个王星老师说到 他这个晚年画的那些 这个戏曲人物画 其实同样是这个 接受西方这个美术教育 他跟官梁走的 完全是不同的路 官梁先生当然是从日本留学 他是学马迪斯这样一路 这个野兽派 那么同样也是画这个戏曲人物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走的路子 完全不太一样 比如说他经常画宇宙风啊 这个美跟丑之间这种 这种非常强烈的这个对比 那官梁先生的这个性格 可能就更柔和一些 他这种水墨的韵味 他是以丑见美的 这么一种表现方式 所以我们从这个美术史的角度 邵老师怎么看 林先生跟官先生 他们不同的这个戏曲人物画 我觉得官梁先生 他不在画戏曲 在画他自己 林峰勉先生也没画戏曲 也在画他自己 我觉得林峰勉在画戏曲的时候 其实是他内心 压抑不住的一份东西 要表达的时候 他才会去画戏曲 因为我了解的林峰勉先生呢 他除了教学以外 恐怕是这个 所有同辈画家中间 他最用功的一个画家 他一生创作了非常多的作品 我看到一份资料说 他说他一晚上可以画一百张 对啊 他说画完了以后放在那里 然后干了以后拿过来再画 然后不灵的全死掉了 好的留下来 所以他学生吴冠忠也是这样 经常在家里撕画 所以我们看 其实因为林峰勉先生的用笔 他是非常流畅 这种流畅是很快捷的一个 那么他这个快流畅 废评率就高 所以他必须大量的创作 然后从中去挑选就好 所以这是他对这个艺术 是有很高的一个标准 你看他在北京这个国立一专的时候 他也请法国的画家来上课 他也请了这个齐白石去上课 其实他个人对这个齐白石这种 从民间艺术来的这样的一种图示 还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 那么像齐白石呢 他是当时是被定义为一种民间艺人 那我觉得林峰勉的这个眼光 那当然比徐北红先生要宽 他是从民间的到这个宫廷的 他都可以包纳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国立一专的时候 他会去请齐白石 他也会去请西方的一些艺术家来 所以形成的就是在当时 比较开拓的一个事业 虽然没有见过林先生 但是从这个林先生同时代的一些 这个艺术家的回忆 比如程世发先生啊 这个吴冠中先生啊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 这个老画家的回忆当中 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内敛含蓄的人 可是他这个一生当中这种人生的磨难 可能是其他画家没有感受过的 黄又玉先生写过他一篇文章 他去南昌路看林先生 林先生真好拿了一个煤秋炉出来 生煤炉 就是你很难想象一个艺术大师 跟煤秋炉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后来在中国画院工作 离南昌路比较近 我还去看过那个房子 他当时选择这个房子 也是因为他在法租界嘛 他自己就是跟法国有非常大的渊源 其实我一直在想象 他那个几十年 一个人怎么过来的 就是一个大男人是吧 这个大艺术家 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生活 就是很多烟火器的事 是吧 你要四季要换服装 然后打扫卫生 然后要买菜 做饭 还有生煤炉 这个很难跟林峰绵结合起来 那么即使后来去了这个香港 他最大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事情 就是要去巴西看自己的太太跟女儿 结果到了那儿大失所亡 是吧 彼此之间的隔阂几乎无法弥补 他只能再退回到香港 居住在一个陡市当中 林先生从来不让客人去他们家 因为可能家里实在是太宅小了 所以他自己坐着这个地铁 到饭店跟这个老朋友会面 林峰绵给人感觉是一种 晚年以后 他基本上是一个苦修者 一个修行者 但是我呢从他的画里面 我还看透了另外一封孤傲 比如说我们看林峰绵的话 基本上都是方斗符 他一辈子就在方斗里面打转转 这个很难的 把自己框在那个框框里面 敞得很少 基本上是方斗符 基本上是方斗符 就是方斗符 45乘45 对 就这么个方斗符符 他就在这个里面去捣天 然后我们看他的颅叶 中国话不画天 他就画天 你说是这个 他要把中国话的笔墨也要给你看 他要把中国话留上的线条 书法的线条 他也给你看 然后他要仲裁 他也给你看 然后我们看他的这个镜物 那我们想这个是西方 他非常构成式的东西 直角的 几何形的 划平圆的 然后色彩的 对比的 色调的 所以这些东西他都在那里做 然后他就觉得我一个人做的事情 好像似乎找不到一个支隐物 你怎么看见他在这个整个20世纪的 这个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 我觉得林凤勉是中西绘画 这条道路上 因为其实我们整个20世纪 是在这个文化在中西交融的过程中 他是这条路上一个孤独的独行者 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跟康德很像 他喜欢康德啊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 那么也许过了100年以后 我们会看到他所思考的问题 以后我们还会要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艺术究竟是什么 刚才我问了这个邵老师 怎么去看待 林先生在这个20世纪的美术史上的地位 您怎么看 艺术家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生命的像度 从他出生到他去世 基本上可以就是说 见证了整个20世纪中国 这个现代美术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从他自己 以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力行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经验 其实是一个艺术研究的标本嘛 中西的追求 其实也就是一个传统跟现代的追求 可能就是20世纪以来 中国文化是中国这个 我们这个新的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只是在其中以艺术的这个实践的方式在探索 我觉得他是蛮执着的 林凤棉这个其实很重要呢 他从这个校长位置上退下来以后 他写过一篇文章 说过一句最伟大的20世纪 中国美术界最伟大的废话 叫绘画的本质是绘画 我就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 跟林凤棉的神品经历去思考 他早年的时候他认为绘画的本质不是绘画 他后半生就在验证绘画的本质 是什么样的绘画 我就觉得他贡献了一句最伟大的绘画 所以他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任务 这个今天王兴老师跟少奇老师都分享了 他们对这个林凤棉先生的艺术的履历 以及他的这些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 再次谢谢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诗书画 我们可以通过两位老师的这个序谈当中 可以了解到林凤棉先生这样的一个海派画家 怎么在中西两个不同的领域 能够找到一条融合的道路 探镜诗书画 笔墨于中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因为我手还没有伸到这个茶壶 我们就被他打了一下说 这个是美生物 这个打碎了把你卖掉都买不起这个 我觉得两个字 民事 画家当中的民事 你是不是要问我要完 是不是要问我要完 是的 去比我去尾 是 去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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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唐先生这个我不能要的 这个太贵了 你还要付点工钱吧 小协议我认为唐先生 那是上最厉害的 所以真正我们要知道 他们之间的交往呢 肯定还有许多更动人的东西 他就是墨顿 他的美女简直就像港姐 我可以尽量 我可以尽量